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這個 NKV封裝工具這個NKV2NX這個 的影片的切割功能解說 因為我在電腦不知道可能有一些問題啊 就是說 你覺得聲音太小聲的話就把它拉到最大 這個點這個 就是音訊的部分 就是有點小聲這樣 這邊就是點這個720P寬墨全壹墨 圖文教學就是貼在這個 註解這裡 因為有時候要看一下 參考一下圖文 就是這一篇 這樣子 就是這邊就是個 草稿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方便解說啊 然後參考圖文還有一些連結 我會把它放在這個註解這裡 點一下這樣 然後如果大家支持一下的話就可以點一下訂閱 然後還有觀看其他影片 OK 這個影片的切割功能 或是也可以叫 分割啦 就是可以將一些 一些影片的頭尾 就是 片頭跟片尾去掉 重複性很高 還有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動畫就是 他把頭 避免人家去掉 馬上把頭尾藏在影片裡面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影片分成五段 然後 然後到時候再把 就是切成五 五等份 然後再把一三五進行合併這樣 這樣也是可以 因為那個 重複性的東西就是在那邊佔能量而已 就是 沒什麼太大意義 就可以把它切除掉 然後再 將有用的部分留下來 然後這一片只是先接 先介紹這個 分割 也可以叫切割啦 就是把一片影片切割成 三等份 或是分割成三等份 五等份 這邊假設你是用這個 這個教學我還沒去 到時候再補 現在比較推薦的是用 這兩套 就是 這個 MI GUI 那個 那個 Maker Video 那個Converter 我是指免費的部分 就是免費的影音轉檔軟體 你這個 轉成MKV 我現在主要是轉成MKV 但是有的 有一些情況是要轉NP4 就是說 那個 字幕要寫死在那個影片裡 的那一種就要轉成NP4 有的 那個 的 一些 播放 軟解或硬解 他是沒辦法去讀取這個MKV的 字幕的部分 因為 MKV的字幕是屬於內掛 內掛的部分 他沒有辦法去解讀 到的話就是要用轉成MKV 轉成MP4把字幕寫死在影片裡 這個 然後 如果有一些片段不需要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MKV2O Ninx 這個 來進行切除 這樣 啊這個 這一篇 我先前有提過 其實 還是可以參考 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大部分的內容 都重複 因為就是說 他這個在 我忘記好像是8點多版 這個MKV2Oinx 8點 忘記不知道第幾版 他的界面有稍微調整過 是說 因為這些舊文章是使用舊的界面 怕有的人 不太了解 因為我們用的時候都是用比較新的那個 界面 一定是用比較新的版本 然後就是 界面不太一樣 所以重新Key了一下這個 一篇文章 就是更新啦 文章更新這樣 然後我們在進行這個切割功能的時候我們要了解一下這個 10分秒 然後一個剪字號10分秒 這一行的意思就是說 從4分13秒到 那個影片的1時15分12秒 你要了解一下這段10分秒 到10分秒 從這段到這段保留 的意思 有的影片 有的那個軟體 就是影音處理軟體 有的部分是說 他是從哪一段到哪一段去除 像這個 那個 V Maker Video Convert 他是 從哪一邊到哪一邊去除 啊這個是 NKV2 Ninx 他是從哪一邊 從哪到哪保留的意思 然後其他的地方 去除 這樣 有的那個 那個圖形那個還有影片處理的模式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 就是要去適應 這個其實你只要切過三四次就是 這個就會用了 就是這個意思 只是說我們要理解一下有的軟體是 那個 去除 就是這段到這段去除 那有的軟體是這段到這段保留 下來 就是說大家了解一下這個意思 要不然你 就說這個邏輯是相反的 沒有這個邏輯的話就是 會卡住 這個 這個軟體怎麼這麼難用 因為我們一定是習慣以前的東西嘛 你現在這個 你用現在這一套 你這個邏輯沒有 那個 適應過來的話就會覺得難用 其實不是 這只是一個 邏輯的一些 不太一樣而已就是相反而已 就是說它是這個地方是從這邊到這邊保留 啊 這一套是 從這邊到這邊去除 這邏輯不太一樣而已 那我們只要適應一下就很好用 然後我們就是打開這個影片之後 我們一定要先 那個 打開一下影片 就是我這邊有 隨便找一個測試啊 呃 測試的部分你就是 欸 假設是從這邊到這邊片頭 我們要 就先點了一下 然後到這邊 你要記錄一下這個時間 呃 51秒 然後 片尾 這一段不要 這樣子 18分 52秒 這邊不要 那你自己要記錄一下 然後就把從這邊有沒有 呃 記錄一下這樣 就參考這個圖啊 這邊 這兩張啊 一個是開頭一個是結尾啊 我這邊講的是比較簡單的部分 就是片頭跟片碗 啊像動畫的話是藏在中間啦 那你要把它切成五段 那個是在 呃下一篇啊 就是不是下一篇啊 另一個功能啊 就是分割的功能 那我現在是講 呃 從哪邊到哪邊我要保留的部分 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把影片載入 就這個影片 這個 載入啊 然後就點到這個輸出這邊 這個四種調整一下 呃 就點點過來這邊 點到 就看一下這個 他現在的這個 載入的那個這邊 是 這邊 你可以從下面點這顆按鈕加入 增加那個Source Files 那個Source Files 就是來源檔案的意思 你可以用 因為我習慣用滑鼠右鍵 在這邊剛剛大家解說一下 這個 我們桌機的操作就是 一般的滑鼠右鍵就是選單 選單欄啊 大部分都是選單欄的功能 滑鼠左鍵是執行的 就是我點一下滑鼠左鍵 一下或者是兩下是 就是執行某個東西 那滑鼠右鍵 一般就是會展開 像木欄 選單欄 呃 大家理解一下這個功能 就是 就是這個操作的部分 這樣就會比較好弄 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滑鼠右鍵這邊 加入檔案 就是參考一下這個圖 或是點這一顆 加入要處理的 這個 就是看你要處理什麼檔案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點到這個輸出 然後我們這個分割方式全程根據時間碼分割 就是 輸入要從哪裡保留到哪裡的部分 這邊 根據時間碼分割 然後你只要在這個上面停留大概三五秒就會出現解說的 這個 他的一個中文的解說 使用解說明 這樣子 啊我剛才是 51秒嘛 那我們就是 前面的 10 10 分 秒 這樣子 10分秒 然後用那個 這個是那個 呃 就是兩點了這個 是 那個叫 應該是叫分號 就是 並不是中文的分號 那個中文的分號是不行 要英文的分號 這樣 key一下 因為中文的分號是全形啊 那樣會沒辦法執行 然後到 18分 52秒 他有的時間是比較長一點是一個小時的那一種 那你就是要這邊再加一下 01 00 然後18分 那個 52秒 52 這樣子 這樣就ok了 這個就是從 這一段保留到這邊 然後我們就是 點這個 開始合成 因為他不是做混的喔 所以執行速度很快 然後再來就是 看一下這裡 左邊的這一顆那個 這個 Jub Output 這個是 Jub Output 是不是 可簡直輸出啦 一般那個如果出現警告或錯誤會 這邊會 會出現那個 下面這邊 這邊 這個就是會出現警告或錯誤這邊 就要點這個過來看一下 是什麼警告還什麼錯誤 這樣子 這樣子 有的是手軸啦 有一些是使用那個比較舊的 轉檔軟體有沒有 他沒有加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時間軸啊 他沒有加上去就會報那個警告出來 這樣子 然後這個merge就是指合成的意思 然後再來就是下方這個output 這個file 是指輸出的檔案放到哪裡 呃 這個地方好像 打錯了 應該是要 改成哪裡 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呃 當然你也可以改名啦 這邊 輸出的檔案這裡 這樣他就是輸出成這一個 啊如果有他會先檢測一下重複檔名的話 他會變括號1 啊你在那邊一直 就是從這邊有沒有在那邊測試 一直按的話會重複是覆蓋嘛 覆蓋到那個 這個檔你可以這邊直接加 11222333這樣 就是像我這樣我就是一些測試的時候 我會後面加1122233344這樣 然後像我這邊一下111 完成之後 就是他會 這到這邊 然後就直接切掉 然後再次 就是直接有沒有前面就切掉 跟後面切掉 然後留到中間的 這樣子 這是OK 對呀 然後再來是將影片分割成好幾等份 就是說他還有個功能就是可以切成 呃 呃 五等份好了 譬如我要切成五等份這樣子 這樣 然後就是點這個是需要有一點你要操作一些 呃 弄成 弄多弄幾次才明白啊 就是可以看一下這 中文解說 這邊 OK然後我這邊解說一下這個特定時間碼這個這個怎麼用就是切過來這裡 就是根據特定時間碼之後 就他這邊有個中文說明就是特定時間碼之後 就是 呃 把它就是切成分割成數等份一樣的功能 然後像剛才那個這個影片啊 呃 剛才這個影片 這一個 特定時間碼之後 特定時間碼之後 從哪到就是從哪到哪又又要切分割這邊是變成說是一個 分割的那個概念 譬如是0302從這邊這一段 我要把這邊的跟這邊的兩個部分切掉 有沒有 這一段 跟這一段 切成兩個分割 然後我就輸入0302 00 3分02秒 然後再來是這邊是一個 逗號 注意一下這邊變逗號 你只要在這上面停留 3 5秒也會出現說明 變成逗號這樣 注意一下此處的中間 不要變成逗號這樣 然後 然後 這邊 呃 0303 3分02秒 變成兩部分 然後我這一段的後半段我又要再把它切成兩部分 好 譬如我要在0637 就是這邊的這一段跟0637後面又要再切成兩部分 然後 然後就是00 06037 0603分 06037 0603分 0603分 0603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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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输入063G 你理解的话就是什么特定时间码之后 你只要看到3分02秒 我只要看到我从这边3分02秒留下来 然后6分37秒 6分37秒又留下来 然后再来6分37秒后面的这边 14分17秒这一段留下来 再多一个逗号0014分17秒留下来 这样的话会切成一等份两等份三等份 大概会切成四等份啊这样子 好像是五等份吧 对好像是五等份 就是直接点一下开始合成 好这边弄一下啊 变222啊 反正就是测试啊 因为它不是做重新混流啊 就是比较快一点 就直接切啊 这样子 在这边哦对四等份啊 就是这一段的时间 然后这边跟这边还有这边 这样四等份 那如果是一些动画是这边 跟这边的话你就要切成五等份 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 跟这一段时间输入跟这一段时间 这样会切成五等份这样 这样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嘛 就是说 你只要根据时间码之后 我就是再重新操作一次啊 就是假设这个片头跟片尾 op跟ed是放在这边 0104 02 05 0104 然后用逗号分开 02 05 然后片尾是1757 1757 然后到1912 再多一个1912 00分秒 这样这样就切成五等份 这边要改一些 要不然它会出现你是否要复写的 它因为就是你只要速度 我这边下面都会 像333 11 12 3334 然后开始合成 就会弄成五等份这样 有没有 这边一到五等份 然后再也就是说 再也就是参考一下 这边可以回到主篇啊 不是回到主篇啊 就是向下这边 合并 这一篇啊 然后参考一下怎么使用合并 就是把E35 这三部分再进行合并 这样就可以去除OP跟ET 一样 啊你如果觉得这个功能 呃这个分割功能你不太理解 因为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 呃我这边后面有说明啊 就是说没办法切到那么精准 呃是因为说关键影格的关系啦 因为就是说因为影片它并不是 赌一秒播一秒 它是说有 呃把3秒弄成一个风包 5秒弄成一个风包或10秒 这样的话执行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它不是赌一秒执行一秒 这样很没效率 啊有时候会变成说切出来的话 会差个3秒或5秒 会不是那么准啊 就是这个意思 会差个几秒这样 啊你如果要呃做一个精准一点的话 你就是参考这个前面的方法保留下 就是000原始这000的时间到刚这边的时间 第一等份 1就是这边输入1保留下 然后再来是第二等份留下 第三那个等份留下 然后再做合并 这样参考另外一篇的合并 这样这样你只要会这个功能 其实你只要会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保留的部分这样子 啊我现在说的是这个一次分成5等份啊 或6等份7等份 或3等份2等份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你要知道一下有这个功能 可以试一下这样 就是参考一下这个什么使用 用个影片试个三五次 应该就知道怎么用 再来就是说它会有出现就是说 关键影格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它影片是用成大概3秒5秒或10秒 做一个风格 风包打包在一起啊 所以它这边会有时候会有一点误差这样 就是说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原因啊 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准啊 所以说你如果要做到比较准一点的话 你就是要参考一下用这个用留下来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会切的没那么准啊 啊你上面前面这个的话会切的比较准一点 留下来的部分会比较就是比较准一点的话 你再进行合并这样 这样会比较好啊 这样会比较好啊 就是看大家怎么运用这样子 呃再来就是说这边会报那个错误啊 就是这边就是我前面说的 就是用比较旧的那个软体啊 就是会少两个轴啦 因为我忘记有我曾经切到说 会报那个缺轴警告啊 但是OK啦 你只要他那个缺轴警告是一个时间轴的一个轴啦 就是后面的比较新的软体会加入一个 我忘记不知道什么轴啦 就是会报缺轴警告 但是你只要切出来之后 你把那个影片打开看一下 然后那个视讯跟音讯的部分有没有 如果能对上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 那个缺那个轴就没有差啦 这个就是那个警告而已啊 对影片音讯跟视讯那个 只要能对对起来的话 那个缺那个轴就没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样也是OK 那这段视频的这个两个分割功能就结束到这 一个是根据时间码分割 就是保留从哪一段保留 从哪一段到哪一段的时间 从哪边到哪边保留下来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分割 从这边保留 然后从这边保留 从这边保留 然后会分成好几等份的说明 就是这两个功能做一个说明啦 大家就是去试一下这样 这样就会用的话就OK啦 因为它这不是做重新混流 所以就是处理很快 你就找一个20分钟左右的影片 然后容量大概就是一动画嘛 容量大概300mm 来试会比较方便 你用个5G的话会跑很久 用个300mm的话就是比较快一点 就可以试一下这样 这是常用功能之一啊 就是一定要会用 这个分割功能 这样子OK 那么这段的解说就到这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这段视频